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刚股方面 横指今早低开高走 盘中升穿4月13日的20028031点高位阻力 高见28048点 创自2007年12月以来的高位 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 恒生指数涨83.36点 报27934点 国企指数涨138点 报14669点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4毛 中国移动跌1块4 建设银行跌7分 工商银行涨1分 中国银行涨1分 港交所涨7块8 中国人寿跌5分 油包保险跌4毛5 腾讯控股涨3块6 金沙中国跌7毛5 长河跌1块6 新空机地产涨1块1 旧龙舱涨7毛 中国海外涨1块5毛5 华人质地涨1块3毛5 中海油跌1毛6 中石油跌4分 中石化涨4分 昆仑能源跌4分 中国神华涨3毛 那么关注完港股方面 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内地股市是如何发展的 周二早盘 户生两市开盘双双高开 开盘之后 户指一度走低 临近尾盘 银行 券商 煤炭等的权重走高 户指再度拉升涨近2% 创业板强势站上2600点的关口 创历史新高 午后电力 煤炭爆发 大盘继续走高 临近到收盘为止 券商集体暴涨 银行拉升 户指涨超2% 突破4400点 最高报44019点 而板块方面 券商股集体暴涨 板块最大涨近7% 而计算机 刺新股 电力 核电 互联网 金融 国产软件 生物制品 风能等成长概念 涨幅居前 接下来 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表现 上涨终止暴4398.49点 上涨104.87点 盛城止暴14749.13点 上涨310.14点 呼声300指数暴4739.81点 上涨120.65点 创业板止暴2634.93点 上涨68.84点 再来关注一下 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 昆明机床折让68.5% 浙江市保折让68% 山东墨龙折让66.1% 第一拖拉机折让63.9% 中海急运折让63% 再来关注一下 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10.3% 招商银行溢价4.8%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1.3% 工商银行溢价暂时没有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1.3% 关注完股市 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有哪一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内地表示说 正在研究互台通 台湾指示要一步一步的来 台湾经管会主委 曾明宗表示说 有关台湾与上海股市互联互通 牵涉层面广 台湾内部有共识之后 才能进一步的推动 曾明宗又表示说 两岸资本市场合作 可先有指数相互授权等方面着手 由近至远 由简单至复杂 一步一步的来 而内地传媒报道称 内地方面正在积极研究互台通 证监会副主席江翔昨天也指出说 正在研究容许两岸投资者买卖 在对方市场挂牌的股票 市场憧憬可为台股注入新资金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则新闻 梁正英表示说 广东自贸区将为港商带来更多的商机 香港行政长官梁正英 21日表示说 广东自贸区的成立将为港台商带来更多的商机 其中南沙邻近香港土地资源丰富 他希望港商用好广东自贸区带来的机遇 继续发展事业大展拳脚 梁正英当日在南沙出席中国广东自贸区的试验室挂牌仪式 他在网制上发表文章表示说 自贸区的设立是国家的重大决策 透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创新管理模式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探索新途径及累计新经验 并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去 同时梁正英表示说 这两年以来 粤港就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继续商议 广东自贸区将对外商投资 实行准注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大大便利港商在自贸区的投资 那么以上就是由药材财经台 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